第三年双方在这个鼓励的黄吼声中上场了 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队选出的打法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降龙十八掌 基本上是第八招 第八招这叫六龙回旋 你看看双方的侧踢 旋踢 直踢 就是六龙回旋 关键是两个人都这种打法 六龙回旋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果然是回旋踢 连坤的回旋踢 你看双方的话 同时都响了 所以说我说这两个人在失诚上 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打法的话 彼此都忍不住笑 招都是一样 对他们俩还是越打越快乐 然后你看这个 你看和洛斯基现在来讲的话 他还是用到了他最擅长的这个日式打法 但是让日式打法就是空荡出来了 刚才用拳击的防守的话 空荡少 很难击倒他 但这样子的话 好看是好看的 裁判可能这个 李延坤的这个拳击手套就有点问题 检查了一下 好 现在两位拳手重新回到了比赛中间 噢 这个摆拳很漂亮 没错 这个李延坤连续被击中 但是好像并不影响李延坤的进攻 对 摆拳的伤伤力比进来的话 相略少一点 好 李延坤的这两局重拳 哦 中角 击中了这个克罗斯基 这两个人打的很有意思的话 就是经常他俩会有一个动作 对 这个我发现这个李延坤这个 千万不能被击中 刚才这个被击中了以后 你看李延坤马上就开始进入暴怒阶段 他好像一这个进入这个暴怒阶段 对 然后这个战斗直爆炸 对 开心 扎克 这个这个这个克罗斯基 开始开始缓缓撤退 这个 哦 克罗斯基刚才可能是被击到了眼睛 是吗 眼睛有流血吗 没有 我看又发青了 果然是 你看两个人的动作几乎都是一样 两个劈腿都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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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都 互相做一些挑衅 两个都做挑衅的动作都想 哦 李延坤 李延坤现在是放松了 彻底放松了 因为他知道他的优势已经比较危险了 已经开始玩了 对 哦 哦 地板太好啊 自己摔倒 李延坤也不可以 玩大了吧 就是这玩大了 对 玩了之后 这个克罗斯基沉津也喘口气 对 因为像气肿痛的话实际上就是 这场是 这场就是真的去很好啊 哦 因为高踢腿的话很容易就 出现这种重心不稳 对 重心不稳 在格斗当中的话没有很强的这个 你看 刚才他想中踢 他也马上就中踢 哦 这个飞身快打还是追身打还是很有效的 他没有打中 对 双方现在都知道嘛 所以说知道该怎么防守 所以说基本上想进攻也不容易 你看 全是假招 你看 都是急不重 而且还是这个吆喝着进攻 我觉得很奇怪啊 到了第三阶什么都出来了 现在来讲的话 克罗斯基的话必须要主动进攻 克罗斯基 你看 这个克罗斯基完全是被这个 中了这个圈道 在这个 他觉得这个挑战 但是教练在喊 狗狗狗 教练为什么要喊狗狗狗 李延坤又是一个飞身踢 但是这个飞身踢 还是跟刚才一样 这个抗率的原因 不是抗率的原因 他确实是很有闲暇 刚才还过来看了你 对 因为我在解除他 对啊 你看他现在有很多的动作 实在诱敌 对 没错 他是要让 而且还有激怒对方的作用 没错 他是要让克罗斯基 你看他 简直就不像在打 比训练还要放松 他就是想让克罗斯基 露出这个空荡来 那么克罗斯基 已经由刚才的露出空荡 现在又变成慢慢后退了 好 那么现在这两个选手的话 简直是一套训断的组合拳 这个真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实战 变成了这个训练 双方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对 那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包括刚才的杨坤山也好 包括现在这个李延坤也好 都是方便的这个俱乐部里头的学生 对 所以他们的特点看出来了 就是技术非常的全面 而且的话呢 他们都有最后这一 就是最后这一下子的力量 比前面要好 这新武俱乐部 看起来还真是 好 比赛结束 好 谢谢 比如说 我的作业 谢谢 所有素地ste 동안 我 我觉得